我们还想告诉观众朋友 如果计划到台湾玩的话 提供给您一个私房景点 只要到台北101的办公大楼 换一张证件 搭乘电梯到35楼 花20多元人民币喝一杯咖啡 就能够眺望台北市的美景了 观光客来到台北101 通常会逛这栋购物中心 如果您逛累了 不妨再走几步路 到旁边这栋办公大楼 换张证就能上楼喝咖啡看美景 35楼咖啡厅 你要几位 一位 就证给你3号 然后从那边进去到35楼 一走进店里放眼望去 整个台北市美景进入眼帘 蓝天白云棋盘市街道 辽阔视野让人心旷神疑 下午4点多来 还可以欣赏到夕阳到夜景 只能紧一点而已 你们不要抱了 不要抱 我完全不想 这样我下次来太多人 都要排队 真的是那行人才知道 不少上门客就是冲着这样的美景 拿着相机猛按快门 如果您是咖啡迷更不得不来 一样咖啡都是120块左右 当然在这边我可以享受到美景量 然后就可以喝到咖啡 但其他地方可能只能喝到咖啡而已 只要20多块人民币 边喝咖啡边欣赏美景好惬意 相较于台北101大楼顶楼观景台 360度环绕风景要价80块人民币 咖啡厅楼高35楼 虽然只有单面风景 又藏身101办公大楼中很神秘 但来客数可不少 好景好咖啡想藏都藏不住 不过咖啡店进驻台北最高楼 租金代价不小 饮料售价却跟一般店面差不多 业者用无价的景观摊提经营成本 吸引顾客上门 蓝海策略走效 二游威伤伤网林俊峰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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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